先生走路一搏一搏 煮著拐杖 太太在後面拉住衣腳 就怕她跌倒 如果今天是在家裡受傷的 那沒話講啊 可是她是在上班途中受傷了 你一句對不起也沒說呀 都是因為這場意外 讓先生到現在都沒辦法自理生活 當時先生工作 從連接車上摔下來 腦出血住進加護病房 但他又半身癱瘓 喪失語言能力 公司沒有幫他先生保勞保 所以領不到職災補償 他的相當憤怒 向公司求償2815萬元的賠償金 這錄影紀錄他們也沒有給我們 不過一選判決出爐 判定司機是救急復發 才引發中風 並非職業傷害 交通公司只需要賠償 醫療費用59673元 還有特休工資的4500 以及生活費用23040元 總共8萬7千元的賠償金 家屬實在難以接受 沒有人能證明 先生摔下來才導致半身癱瘓 加上他失去語言能力 無法說明事發經過 對於醫生判決 太太狠心寒 決定要再上訴 記者侯國文馬家瑜 嘉義報導 陪委員會